8月27日,全球超市巨头开时刻Costco在上海开业 开业当天,该门店由于有大量顾客蜂拥而入 造成其网络骗区瘫痪 同时,车辆排队耗时提示已逾三小时 仅开业半日便被迫暂停营业 中心社记者于8月28日上午在位于上海市闽航区朱建路的Costco门店看到 附近路口有不少交警和工作人员进行秩序维持 门店采取了人工限流措施 内场人数控制在2000人以内 以期保证顾客购买的秩序井然 此外,门店的四区域停车空位整体也超过有400个 记者了解到,8月28日中午12点前抵达超市的顾客的排队 平均耗时为一个半小时左右 远小于开月当天的排队耗时 且入场口也由正门口改设为车库入口 排队的顾客中,有不少更是组团前来 在韩国的Costco很多 里面的东西也很好 在超市内场也有一些是开业当天吃了闭门羹的顾客 他们在8月28日一早便来排队等候入场 昨天来了我们回去了呀 上午来的 上午来的 进不来 上午大概四点过来 上午九点 九点 九点多出门的吧 然后开不进来 昨天吃了闭门羹 那今天有担心又吃闭门羹吗 所以今天早出门了呀 八点出门到这里大概八点二十吧 在采访中 记者发现 来此购物的顾客中有不少对Costco超市具有一定的了解 现场购买的品类主要集中在食品和日用品为主 现场结账支持现金和包括银联 微信 支付宝等多种形式 与其他大型超市并无太大区别 记者也对售卖的部分商品价格进行了对比 比如苹果iMac27寸台式电脑的官方售价为 13,832元人民币 Costco现场的售价则为13,299.9元 便宜数百元 对此有不少顾客表示 门店内大部分商品与其他超市相比 却有一定幅度的优惠 不过也有顾客表示 与网上售卖的价格相比 Costco的部分产品也并不具备竞争力 本来就想逛一逛了 就买点吃的用的 再买个吸尘器什么的 国外也稍微逛过一逛 感觉买像的 这边就跟国外差不多一个模式 其实就是最大的还是想逛一逛 看一下里面的一些 就想买 就是看到什么东西优惠了就会买 没有说特特别有一个 怎样的一个目的 就是想过来看一下 有些东西还是有点便宜 还是有便宜的 大概 什么时候买的大概便宜 就然后 具体也几乎出来反正感觉上吧 因为网上就怕买到假货吧 但是网上确实还有的 有东西还是比它这个还便宜 相比较过 尽管Costco开业期间生意相当火爆 但过长的等候时间也让其受到了不少质疑 Costco方面表示 未来也会继续通过APP 短信等渠道 实时发送门店 包括排队 营业时间等相关情况 目前已对入场人数进行管控 卖场内线为2000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